Hello 大家好 我是Makoto 我的姓名就是石齊城 石齊是两个字 念Yazaki 我的名字是诚实的城 念Makoto 那有些人是教我阿城 超台的 所以就是亲朋友 教我是Makoto就好 我是日本东京出生的 我的家乡是跟大家心目中的那种 很大楼的那种东京不一样 我家在很郊外的八王子 从大概东京市区就快一个小时 但是那个地方其实蛮多自然的 其实欧美人蛮喜欢的一个地方叫做高尾山 因为以前被选为米其林的 Green Guide的一颗新的景点 我的星座是射手座 然后我非常追求自由 我很喜欢去旅游就飞来飞去的这种生活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疫情的三年当中 我真的心里崩溃的非常的严重 我在日本我的工作是JR被害到 因为我非常爱铁路 我从小的铁道迷 所以我想进JR工作 那那个时候因为在日本非常难找工作的时候 所以呢我有跑了日本所有的JR 刚好就幸运的就叫JR北海道就考上了 那我就没有选择就是就离开东京去北海道工作 大概第三年的时候就开始海外宣传的工作 就是把那个北海道的铁路旅游 我宣传给亚洲的各个国家 那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台湾 200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台湾出差 然后参加台湾的旅展 那我那时候印象非常的深刻的事情 就是我跟一些厂商啊还有同事啊 就是13个人一起去吃台菜 然后呢吃了13个人当中 10个人得了食物中毒 很严重的从那个发烧 然后烙塞 然后就是什么那个兔 非常严重的 10个人都是这样子 我也其中之一 然后我不知道我到底吃什么 但是可能吃虾子之类的 所以呢 我那个时候我对台湾的印象非常非常差 而且我就是在旅展的现场就看到 台湾的女生这么邋遢 然后就是就没有化妆 然后就这么这么宠谱 所以就其实我拼印象就没有非常的好 但是呢我后来来台湾出差的时候 也有看到有一些正面 所以就慢慢的改变 然后公司突然说 这个海外宣传的工作 就是越来越扩大 所以呢想要把一个员工派到台湾 然后就学习当地的一些旅游市场 两三年 那个时候我真的跟公司说 诶那如果选到我的话 我很开心 那后来呢我是被选上了 所以我决定来台湾的 三个月前才开始学中文 来到台湾之后呢 就是公司给我 就是早上的时间 我可以两个小时上课 上那个吃到国语中心的中文课 然后上完课就上班 所以那个时候我中文就一直进步这样 然后过了三年之后呢 因为我的外拍的时间就结束 那那个时候也有持续台外宣传的相关的工作 其实蛮开心的 因为也可以用到中文 而且也有台湾人的同事 也可以发挥我的专场 但是呢我的长官一直说 你的工作现在很开心 但是我们公司是大组织嘛 是你一定以后会有调动哦 然后那时候我开始想 那我以后在台湾学到的事情 难道会抛堂吗 让我有一点在乎的事情是 我的中文好像慢慢的退步 我偶尔去台湾出差 然后跟以前的朋友见面 大家都问我说 诶马国德你的中文怎么热 然后我觉得诶我的中文 诶确实好像有点卡卡的感觉 就越来越不好 还有我前面的三年 我在台湾过得很开心了 所以我觉得 可能是我的个性 比较适合住台湾了 想了一阵子 大概过了一年之后 就决定离职 然后那个时候 刚好我认识 就台湾的一家 广告公司的老板 所以我那个私底下 跟他呢先谈 如果我离职解压的话 你可以雇佣吗 然后就老板说 哦 当然没问题 OK 所以就决定离职 正式就移民到台湾这样子 那个时候 我进是台湾的广告公司 我的客户都是日本的一些地方的 现实政府在台 宣传给台湾人的一些工作 那个时候 当经理老板跟我说 哦 那我的部门 就可以独立计算 自己部门的开销 或者是成本 然后那个时候我发现 好像我自己的贡献 跟我拿到的薪水 为什么差这么多 这个还不如我自己开公司自己做 然后就想一想 那就可以试试看 然后就决定 自己开公司 接日本现实政府的 在台湾宣传的工作 那我后来我来到台湾之后 对我来说很大的改变就是 我爱上运动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以前就是运动 简单就跑步 就几公里而已 后来呢 我遇到一个台湾的朋友 然后他有一天突然把我推荐到 铁人三向的世界 我一开始觉得 哇 这个人已经发疯了 这我怎么可以参加 这么神经病的运动这样 但是就试试看 就开始短距离的铁人三向赛 2015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玩赛 我那些事情的一个经历 一个经历都让我成长 然后就让我感动的事情 然后就后来也有做越野跑 所以呢 我现在的生活里面 其实运动是不可缺乏的事情 那如果我没有住台湾的话 一定没有这个改变 所以我这个我蛮感谢 但是把我推荐的死党 然后这个兄弟 效率非常的好 那因为台湾人是有一个明确的 就这样做的比较好 就会改善 先有这个目的 然后就是最快的方式来解决 那日本的话 就是先想很多方式方式 然后就最后选一个 所以就花很多时间 效率非常的不好 所以不管是政治方面的事情 或者是生活方面的事情 工作方面的事情 就台湾的效率是非常的好 那还有就是台湾就还是有 压力没有像日本那么大 特别是就工作方面 在台湾当员工的时候 蛮开心的 然后第三点是很方便 生活的机能性就非常的好 像便利商店 然后我现在就台北 台北的都市的规模 没有像东京那边没有那么大 很多东西就集中在一个中心的地方 然后人口也就是还好 所有的生活非常的方便 那缺点的话 我第一点是交通 因为没有拘束 大家不会遵守规则 就是依照自己的规则来行动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交通上的问题 或者是工作做的时候 虽然效率很好 但是工作的品质会有问题 那就这个随便弄弄就好了嘛 不要那么那个认真做 就看得懂就好 因为日本跟台湾就是双方工作的时候 还是日本人要求的品质 是就是日本品质的 所以我现在做工作的时候 就怎么把台湾的效率 跟日本的品质 就是要找到这个刚好的那个点 这个是我工作上很大的课题 还有爱抽烟的人 不要把烟蒂丢在水锅 或者是丢在地上 卫生方面要加强一点 我很喜欢吃那个热炒 因为日本人喜欢边喝酒边吃饭 尤其是喝壁乳嘛 有一些台湾的东西是味道太清淡 因为日本的东西很鲜 那在台湾如果想吃口味比较重一点的话 一定要去热炒 那我有时候就是去别的国家回来之后 那在台湾第一餐想要吃什么 我还是想吃热炒店 所以我那些东西都很喜欢 一开始的三年 那个时候我非常多的酒肉朋友 每个周末有人会找我去喝酒 去夜店 让我够得很开心 只是说的夸张 就是我明天死了也没有关系了 那种这么开心的感觉